我们现在继续看看那四块肌肉 它们统称为咀嚼肌 关闭下巴的肌肉比打开下巴的肌肉更有利 闭合有两侧的三块大肌肉产生 即溺内肌、溺肌和咬肌 打开是由意外肌产生的 以及下颗骨下方的一些较小的肌肉 我们将在本节后面的画面中 添加这些肌肉 在我们现在要看的四块肌肉中 我们将从最难看到的一块开始 即意外肌 为了看到它 我们需要移除、贯突和全弓 这让我们可以看到涅下窝 以及在它后面的外侧一板 这是意外肌 它很小 意外肌部分起自脊骨大翼的下侧 部分起自外侧一板的外侧 意外肌的纤维向后并稍微横向延伸 我们将转到中间式图 以查看它的去向 意外肌的主要辅助点 是在磕突前部的这个凹陷中 意外肌也指于 涅下和关节囊 并指于关节盘的前缘 关节囊中的这些开口 是人工制作的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意外肌 我们将把意内肌添加到画面中 意内肌比意外肌大 并且走向完全不同 意内肌起源于两个异板 外侧一板的内侧 和内侧一板的外侧 也来自上和骨的这个角 意内肌的肌纤维向下 向后和横向延伸 沿着下和脚的内侧 指于此处 再将下一块肌肉 涅肌添加到画面之前 我们将把贯突 放回原位 因为这是涅肌附着的位置 这是涅肌 最大的咀嚼肌 它的形状 像一把扇子 涅肌 写自位于涅腺内的 颅骨侧面的广阔区域 涅肌纤维 从上方和后方 汇聚在贯突上 它们指于贯突的 外侧和内侧 也位于下和脂的前部 现在我们将把全宫放回画面中 涅肌位于全宫内 在其指点附近 涅肌是一块厚实的肌肉 它占据了整个涅下窝 涅肌被这层致密的涅肌膜覆盖 筋膜沿着全宫附着在骨骼上 并一直围绕着涅腺 最后我们将把咬肌 添加到画面中 这是咬肌 这是一块厚实而有力的肌肉 咬肌的外侧浅头 起自全宫下缘的前三分之二 内侧伸头起自全宫的全长 浅头的咬肌纤维 向下和向后延伸 伸头的则直接向下延伸 咬肌指于下和脚和下和脂上的 这个广阔区域 咬肌的浅头和内侧的翼内肌 以非常相似的方式 汇聚在下和脚上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 我们刚才看到的肌肉的动作 闭合合骨的动作 是由捏肌 咬肌 和翼内肌的向上拉动完成的 下巴张开 部分是由重力引起的 部分是由于翼外肌的向前拉动 部分是由于我们稍后将看到的 肌肉向后和向下的拉动 这些肌肉通过舌骨起作用 我们还没有看到 限制下和骨向前运动的 两条副韧带 这些是净突下和韧带 和叠下和韧带 净突下和韧带 从净突延伸到下和脚 叠下和韧带 从这个小突脊 脊骨脊延伸到下和小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